大家好,我是曹伟东 今天我们聊一聊这个世界上的群岛 世界上主要的群岛有50多个 分布在这个四个大洋之中 那么太平洋海域中的这个群岛是最多的 有19个 大西洋有17个 印度洋有9个 北冰洋有5个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群岛 是位于就是西太平洋海域的马来群岛 这个群岛有大小的岛屿2万多个 真是万岛了 这个分属于印度尼西亚 所以印度尼西亚有的时候我们叫它千岛之国 还有马来西亚 文莱 菲律宾 东地温等国家 它的这个东西宽度是4500公里 南北长是3500公里 总的面积达到了240.7万平方公里 它的这些就是岛上山岭多 地形比较崎岖 地壳不稳定 经常有地震火山爆发 所以我们经常可以从新闻中听到消息 说这个印尼又火山喷发了 说这个菲律宾有地震了 有些国家比如东地温也发生火山喷发 他们有这样的地形或者是特征 还有这个海峡比较多 是东南亚到这个世界各地的重要通道 就是海上的重要的通道 那么除了这个马来群岛以外 世界上比较大的群岛 就是位于北美洲北部的 北冰洋海域的加拿大北极群岛 它的这个面积有130万平方公里 还有就是位于太平洋西部海域的日本列岛 因为这个日本它也属于岛国 实际上我们讲这个美国老是搞岛链封锁的时候 实际上美国这个岛链封锁 就是从北边的阿流申群岛 然后经过日本列岛 日本列岛的这个面积是37.75万平方公里 还有就是位于大西洋东北部的不列甸群岛 我们比较熟悉的英国 它是属于不列甸群岛 面积是32.5万平方公里 再有就是位于太平洋西南部的菲律宾群岛 菲律宾也是个岛国 它的面积是29.97万平方公里 再有就是位于大西洋西北部的西印度群岛 面积是24万平方公里 世界上就是最小的群岛 位于这个南太平洋 就是萨摩亚群岛北边的托克劳群岛 它呢就是由三个珊瑚环礁组成的 所以说它是最小的这个群岛 它的这个面积呢只有10平方公里 所以可以称得上是袖珍群岛了 所以通过这样介绍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世界上主要的群岛 实际上还是在太平洋海域最多 所以我们中国的邻居里边 岛国或者是群岛也是很多的 关于这话题呢 我们今天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